我感觉的这个症痛啊这个词怎么说呢 并不是主角链和我们的阵痛 而是我们中国篮球和整个世界篮球距离的阵痛 不在乎是谁 而是我们整个和世界脱轨的目前这个阵痛 我们和世界的差距 特别是世界顶尖的这个差距 我们在世界卫生已经看到了 甚至其实地上 我们在一些亚洲的比赛 比如说日本队 男篮女篮他们的进步 我们也看到了 这对我们来说 也许从成绩上是个坏消息 但是从某种发展上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能做到 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找 寻找一些可以学习的一些经验